嗨,大家好呀 今天来做一款特别适合过年吃的红豆年糕 寓意着新的一年,红红火火,年年糕 泡好的红豆,水煮后过滤掉水分 加入糖,糯米粉,玉米淀粉 搅拌均匀成糊状 盘子底部放一张油纸,再刷上一层油 把红豆糊倒入盘子,表面刮平,再震荡起刺 让表面更加平整 封上保鲜膜,扎孔,水开后蒸15分钟 像这样在红豆糕上摆上半颗红枣 再继续蒸20分钟 把蒸好的红豆糕取出,晾凉,倒扣 看,这样油脂很容易就取掉了 然后切块,摆盘 我撒上了桂花蜜,干桂花,还有白糖 这一口软糯香甜,还带着淡淡的桂花香 吃了年糕